3月22日是汪小飞与大S的结婚纪念日 转眼已结婚4年了 跟去年的纪念日相比 汪小飞与大S已过上三口之家的小日子 两人的爱女小月儿也快11个月大了 近期笼罩在汪小飞小S周围的 似乎都是不太好的消息 资产冻结 家暴已云 借着结婚纪念日的契机 汪小飞大赏全家福 立正一切安好 日前 汪小飞母亲张兰被香港高等法院冻结名下财产 汪小飞也公开表示 自己事业还算顺利 陈妻母亲的财政危机并未影响到她的事业前进 对于家暴传闻 大S也一笑置之 过得好才是最好的反击 在最新的全家福中 汪小飞搂着大S 而大S抱着小月儿亲掌 小月儿挥舞着手里的玩具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汪小飞也代表全家对外界的祝福予以回应 感谢朋友的祝福 都挺好的 日足常乐 谢谢 夜市有新闻中心 上海报道